看看新闻吧 目前不办事 那么事将会如何解决呢 我们来看一下 花了钱最后 没有得到需要的这些东西 事件主角段红 原普剧演员 现影视演员歌手 他就是天台爱情买绝门的主角段红 在电影上映一时 段红就已经通过微博爆出了此事 拿自己的信誉愚弄自己 欺骗他人 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是否对得起万千歌迷影迷的喜爱 是否对得起一个平凡女孩的梦想 是否对得起一个电影的尊严 当时我在微博上 也是发得非常的 就是好唱的一篇微博 都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那就是事实 我从来没有说胡说 因为这个事大事牵制的周杰伦是吧 因为周杰伦也是那么大的一个腕 他口中所谓的事实 就是曾经花了三百万 向片方买了影片 天台爱情中的一个角色 当然也是周杰伦的戏 说机会挺难得的 所以就花了这个天价 买了这个角色 怎么就给了我一个镜头 一句话 一场戏 毕竟不是一个小数 不是三百块钱 不是三百块 而是三百万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段宏所说的三百万 买来的角色是怎么样的 小赛哥 我买十包 要那给我吃饭吗 不好意思 我不在这边工作 我是来帮忙的 的确 这加起来不到十秒的镜头 数一数一共说了十五个字 平均下来一个字花了二十万 真是一字万斤呢 因为这个钱 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 就是自己的积蓄 在北京还挺不容易的 如今天影都已下档 但至今影片方 或周董本人 都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到底事情是真是假 一时很难判定 但从近年来 段宏的种种是非 似乎我们能看出一二 普及演员出身的段宏 2010年通过参加 央视星光大道 走进观众视野 在家乡山西也算小富盛名 频频亮相当地电视节目 而就是这个自称 平凡女孩的段宏 多年来曾经常涉足 影视制作和投资 动则即是上千万的投资 而更有消息称 她曾天价买下 莫言著作的版权 找张艺谋合作拍电影 除此之外 曾经一时间吵得沸沸扬扬的 歪性男性 潜规则女制片人事件的主角 正是段宏 当时消息称 有一歪性男演员 为了获得由制片人段宏 投拍的一部电视剧 无所不用其极 竟然通过微信 骚扰段宏 事件之后不了了之 外姓男性 也查无此人 被观众记住的 只有这名名叫段宏的制片人 操作明显 路人皆知 而更早些时候 刚刚从星光大道走出了他 被曝将与赵本山携手春晚 却因为一组外泄的布亚赵 而遭央视封杀 当然这则消息也很快被证明不实 赵本山团队否认与段宏相识 段宏自己则出面称 生活照遭遇了不法分子PS 通过种种迹象不难看出 段宏的名字 总是伴随炒作 负面等字眼 所以买绝之说 真是让人想相信都很难呢 而且时隔大半年再提此事 段宏的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新宇哥再见 采访报道